對齊方式比較特別的是這幾個屬性 你們可以再試一下這個 Spacing 間隔部分 可以把它做得漂亮一點 這個地方也是Base Adapter 所以這部分都沒有問題 OK 所以後續如果你們專題裡面 只要要擺圖的話 你可以考慮說要擺在 Review 裡面好呢 還是放在Gallery 裡面好 其實基本上這兩個 都都不錯 只是說你要怎麼顯示 再用恰當一點的這個方法 其他延伸出來就是說 如果放大縮小 跳葉 跳另外一葉出來 跳葉之後的話也還可以放大 另且旋轉 有沒有如果它是縱向 改橫向 你能不能去偵測 它的水平已經被改變 然後你要去改變 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可以去 參考我提供給各位 那個 程式碼即可貼 裡面都有 有沒有第五張 程式碼即可貼裡面呢 第五張的範例都在講圖的部分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可以去把那些 匯進來 踹一下 這個絕對對各位有幫助 因為你做出來的東西 不是說只有 做到這邊就算了 因為做到這邊後面 還有很多延伸的問題 因為User一看到 怎麼只有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嗎 他會覺得 怎麼感覺好像沒做完的感覺 所以後續的功能 我想各位試試看 另外相關的參考書 如果你覺得這個講義不夠的話 我建議 早上有同學 有在買這一本 不錯 因為手邊幾本參考書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那當然我有推薦幾本 這個也OK 裡面的話 實在太暢銷了 這本書 OK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 就是說 在Listarview裡面 我們要做出這樣的效果 這個效果的話 就是把前面的部分 再多增加什麼呢 一個 第一個是放圖 第二個是放一個 中文 英文 而且是要擺 這樣是一個版型 有沒有看到 它底下的版型 就要一模一樣 所以 我們要能夠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 一定 因為它是個Listarview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文字的 Adapter 所以ArrayAdapter 第二個的話呢 是圖的Adapter BaseAdapter 第三個是什麼呢 這個View要怎麼建 放進來剛剛好 你就要幫我排這樣子 如果版型要變更 比如說文字在 左邊 圖在右邊 會不會變更 甚至其他的版型要怎麼做 還有顏色 各位會發現 上面 黑色 下面是綠色 那這個部分呢 怎麼去做出來的 我想各位可以先把 剛剛的那個第六 第六章的部分 如果你有些細節 像我剛剛提到那個 那些屬性的話 也可以再調一下 那等一下再來看這個範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 好 感谢观看